林秘书 林秘书 你作为我的秘书 见了同事不打招呼 这可不太好啊 不过也是 你们俩都这么熟了 也不用我再介绍了 我今天带林美雅过来呢 就是想让你们 你同事的身份 互相认识一下 打今儿起呢 林美雅正式担任 我秘书为止 以后有什么事 直接找我秘书就好 千万不要像上次那样 直接闯进我的办公室 特别不好 好 我还要带林秘书 去收一下别的部门 走了 走了 林秘书 什么意思要成就你啊 林美雅现在是我的秘书 请你对我的秘书尊重点 王总 一会儿我送他回去 不劳您费心 我是他的老板 他现在在工作 你们两个放开我 然后放下来 你不要再送他 你带了 你带了 我那你带了 我就在一趟 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继续工作 看看 看什么看 是这样啊 吴警官 有件事情呢 我没有告诉你 我女儿林维亚其实不是我亲生的 是我当年从孤儿院领养的 我当年领养她的时候啊 听他们院长说 她是因为得了先天性的心脏病 没钱医治 她母亲才把她放在孤儿院的 她还有个同胞的妹妹 这些年啊 我一直想帮她 能够找到她的亲生母亲和她的妹妹 你看这 正好这不是出现了一个 跟我女儿长得一模一样的杜鲁兰吗 在这件事上 我其实有点私心在里面 我是想通过警察 能够帮着我寻找寻找 是这样啊 是这样 这件事情我女儿其实不知道 我是怕影响她生活 所以没告诉她 那这样啊 我尽力地帮你查一查 那这段时间呢 你就不用往我这儿跑了 我都记去了 一有消息啊 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 好不好 吴警官 真是谢谢你了 不客气 不过这件事情 能不能先被告诉我女儿 等找着了以后呢 我得找机会告诉她 你敢行吗 那放心吧 好 我送您出去 好 谢谢 慢走啊 唉 唉 不是 你这脸怎么回事啊 谁打的呀 你等我进去啊 等我进去我弄死她 等你进去啊 就你 你能弄死谁啊 我妈最近身体怎么样 阿姨最近身体挺好啊 就是她这脑子吧 还是哪 上医院看看妈去 等嘞 我相信哪个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呢 你在这儿守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是你 别过来 别过来 好 我们不过去 你转过来 你看看我 我是若男 我是若男人 我不认识 妈 我不是你妈 我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 我没有孩子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很小时候 就没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好 咱们不说你孩子的事 你别哭 别着急 都这么晚了 你肯定没吃饭吧 我带你去吃你最喜欢吃的海南鸡饭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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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